来回答一下 近期关于西诺宁 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西诺宁的防御和充能 要追到多少才够 防御的话 如果你有专务 要追到3200的防御 你才能吃满专务的增伤 没有专务的话 没有特殊的要求 但是防御越高 大招的奶量越大 充能呢 如果你带的是西风 180就行 如果没有带西风的话 需要200以上 才能保证大招的循环 你们这两天 有没有遇到西诺宁大招不回血的情况 哎 西诺宁的大招回不回血 给你的组队有关 队伍里面至少要带两名 水火雷兵输信的 两个水也行 两个火也行 开大才能回血 为什么西风剑要带暴击头呢 因为西风剑的特效 要暴击了 才能触发铲球 西诺宁 开E怎么增伤 是EE 还是EAA 还是直接E 西诺宁战技 只能减抗 增伤呢 是靠了圣儒的效果 要触发结晶反应 而E技能减抗 需要两个水火雷兵的队友 EAA 就能触发 西诺宁什么时候复刻啊 很有可能 5.5版本作为复刻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放在庭林区 我来助你